目前的话是云端相关的应用 目前的话主流还是ABC AI 跟那个 B的话是BigData大数据分析 然后C的话就Cloud云端 那如果你要把这三者整合在一起的话 其实可以透过手机的App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所以建议各位将来在 毕业之前 恐怕就是多累积一些自己的 履历表上面你是不是可以写一些东西 那履历表上面写的东西尽量是 目前企业 很需要用到的 这个专业技能 你千万 不要写说 也不是不要写啦 就是 你写一些可能像那个文学类的东西 比如说你 就是文字学 生育学这个很强 那其实说真的 目前会用到这个东西的 或者是文学史 感觉好像稍微是不太 除非是你是 走那个 这个教学啦 不然的话其实用到的机会 真的太少了 那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开始来做 所谓的手机App 但是手机App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很困难 因为要写一个手机App 要学很多的程式啦 但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叫 MIT MIT不是 Made in Taiwan 他这个 MIT MIT应该是麻省理工学院 他所开发 后来好像 我记得好像Google 赞助他怎么样 然后就弄了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的话 方便的地方是 以前要写程式的 他居然用那个 类似像 拼图的方式 来把程式拼出来 所以 特别注意这个要写App 以前是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 这个叫App Invent 我是觉得好处就是说 你再也不需要 写任何的程式 你只需要有观念 然后把程式 拼出来 就可以去work了 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非常非常棒 而且 就 前几期上课的你们的学长节的经验 我发现 反应非常的好 比以前说 你要写BBA的那个 还要好很多 因为 以前写BBA好像发现 大家都一直卡住 一直写不出来 但是 好像程式 奇怪 大家就一下子把它做完了 而且做得还蛮开心的 那只是说呢 因为这个会牵涉到很多问题 第一个 开发环境 第二个将来你可能会需要把它装在你的手机 可是如果你假设不想装在手机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模拟器 那我比较推荐这个 叫夜神模拟器 这个夜神模拟器 真的可以是 模拟出一台 手机 你可以把它装进去 不过呢 它的缺点是说 而且它有人把那个夜神模拟器 直接拿来玩游戏 只是你的电脑的等级要够好 里面的话可以玩很多的手游 而且它手机有用过吗 没有吗 这个我觉得还蛮顺的 我自己有把它装起来 上面当然我不太玩手游 但我把它弄一下 我发现OK 可是前提是你电脑本身的等级 不要太差 那它的档案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你可能待会可以把它下载 然后安装起来 它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700多枚 它会产生一个手机的平板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变成那个手机 不用平板 那也就是我们设计完的那个手机的App 就可以先丢到这边跑跑看 当然你也可以 装在你手机上 两个都可以 那目前好像那个我看一下 之前好像没有支援iOS 就是苹果 但是现在好像慢慢有支援 所以这个下载 这个有700多枚 待会把它装起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 进入到那个App Inventor 这个环境的话 那我这边有提供联织 所以待会请各位到云端上面 gg.gg 斜线 Cloud to App 那你可以找到那个第3个单元 第3个单元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就是App设计 然后这边有一个云端 资料云端白板 就是这个画面 那其他的话像一些范例资料我把它丢在这边 我们后面 会做一些练习 所以呢你们把这个打开 期末的话我是希望说你们就做个 期末的报告就是交一个手机的App 然后手机App里面当然 也是一样啦 要写程式 但是要拼程式 而不是写程式 那目前的话呢 这个App Inventor是Google所提供的 那当然上面有MIT 可能是MIT的技术 但是Google呢把它买下来吧 或者赞助 然后呢把它提供出来 那目前的话是Enjoy 我记得好像最近我看 好像是有iOS 就是苹果的 OK 然后目前 目前是应该不止第二版 这可能更新的 但是你只要什么 有Google的账号 就可以免费使用 所以第一步的话 你可能要先登入Google账号 然后呢 它的概念是用什么 使用拼 什么拼块 就是 这个 Blocker 这个 Blocker 的方式 做一个 撰写 所以其实说真的写 其实有点像拼图的概念 那用图像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这个结果的话 可以让那个初学者 来呈现让初学者能够 更快的上手 同时了解城市设计的 脉络跟逻辑 主要就是那个脉络 就是那个流程 还有那个逻辑架构 你就可以 轻松的把那个城市写出来 所以将来其实我觉得 可能会慢慢很多的那个 城市都会走 这个流 这个方式 所以以后写城市 随便可以用拼城市的 那只是说因为目前还没有太多这种拼图式的工具 所以以后是不是说像什么 VPA 是不是有那种拼图 拼一拼就可以把 城市 写出来 的话 那当然更好 不过目前是没有 如果你 两边都能够熟悉是最好的 App Inventor 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 当然目前是Android为主 iOS其实也有 那我们底下这边有 一些连接 所以请你点击这个官网部分 那你可以连到那个 就是App Inventor的官网 那他会第一个要求你 用哪一个 帐号 那一定要Google帐号 那我用我的Google帐号 那你可以看到 进来之后的话 他当然第1个 这边就会有一些 相关的影片 还有 他这边有一个 相关说明 我想你们有空自己看吧 不然就把它关继续 OK 甚至不要出现这个 这边有 set up and 什么 connect iOS 所以他有支援 iOS 所以这个如果你假设是 苹果的 之前好像没有 没有支援 现在有支援 OK 不过我们还是主要是以Android 这个为主 那iOS 我想你们自己再踹踹看好了 我把它点击进去看看 这边有 这个的话 大家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 这边其实可以翻译 OK 这样比较看得懂 他底下有相关说明 然后这边有什么 可以连线 在这边有那个 这个什么App Store的 OK 而且甚至这边有Google的 然后 底下这些 我想你自己再看一下吧 然后就开始制作第1个 所以你连进来之后的话 当然我把它关掉了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有几个 已经做好的一些 我们今天的 这个第1个作业 就是要来做这个 你们看一下 我们底下 那待会请各位 第一个先确认一下 你能不能连到 这边这个开发环境 这个官方网站 那 请使用Chrome 如果你用别的软软器 可能会有问题 第二个的话 请你下载 模拟器好了 模拟器我觉得比较方便 或者你用手机来也可以 那如果今天 我希望 做一个练习好了 所以 我们练习 把它登录了 这个相关画面 可能就 自己再看一下 另外的话 其实可以切换到繁体中文 它是可以变成中文 有没有 左上 我目前已经把它转换成那个 如果假设你进来的时候 是英文版的话 那记得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切换成中文版 这边叫正体中文 这翻译的反而更好 一般叫 其实本来就正体 那 那个 简体是因为简化字 OK 所以叫正体中文好像比较标准 那你就 切换过来之后 马上就会有一个 这个环境变更 然后其他的话 这边像我的专 我的专案这边 其实你会发现我之前写过的 这个程式都会在这边显示出来 那如果呢 你要新增的话呢 你这边也有一个 就是新专案 不过他这边没有翻译 新增一个专案 那你可以把 这边按下去就可以 开始写一个新的专案了 那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第一个范例 首先第一个范例的话 新增在这边 为什么这边是中文的 这边却是英文的 很怪的 OK 不管 反正它这个版本 有的时候可能有翻译到 有时候没翻译到 好 那新增 新建专案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给一个名称 专案名称 待会我们可能就写一个 最简单的 就是 范例 就是叫 什么 按钮狗叫声 什么叫 这个名称很怪 因为我不知道取什么 那这个所谓按钮狗叫声是说 我要做一个按钮 上面有一只狗 按了狗 这个图之后呢 它会发出 旺旺旺叫的声音 按下去 一直叫 就这样 很简单 只是要怎么样写出 像这样的APP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图改成猫 按下去变成猫叫 喵喵喵这样子叫 OK 甚至你可以放很多个按钮 我发现其实很多像那个什么 有一些 像我去那个新竹有一个鸟园 有没有 发现它其实可以用这个 每个鸟按下去都有不同的鸟叫声 有没有 有图 然后有鸟叫声 这样很方便啊 可是问题没有 每次都要看那个 看那个图 然后看有时候想像 那个叫声是什么 然后听 到底哪一只叫声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APP 可以按下去 就可以马上听到那个鸟的叫声 太棒了 或者是你到博物馆 假设有那个APP 可以按下去 它可以把一些相关的资料 让你导览 看到的话 那真的太方便了 可是问题 目前好像 比较少 OK 即便你到国外 好像也都没有 所以如果假设 你们会把这个东西学好 真的可以应用的地方 真的非常的广泛 OK 那怎么做 待会我们来做 当然 首先你必须要先开一个新的专案 然后 主要的流程是这样 第一个 你要准备 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一张图 狗的图 第二个的话是狗的叫声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自己找 或者如果你找不到 你可以到 网路上面有 看到 有这个图 叫 这边有一个叫dog 这个dog 就是那个狗 很呆萌的狗 这叫什么狗 沙皮狗 这看起来真的很呆 感觉好像 很无辜的样子 对 好 那它的叫声 这边有 所以这边有一个 叫声 这边有 MP3 有没有 那我是从网路上抓的 怎么这么多只狗 好像不只只只狗 好啦 反正就是狗叫声就对了 所以其实第1个 请你准备素材 那这边还有猫啦 如果你觉得狗不喜欢 有人喜欢狗 有人喜欢猫 喜欢狗的举下手 喜欢猫的请举下手 怎么有人都举 放下 那其实根据 那个网路上的文章说 其实 喜欢猫的大部分都是比较聪明的人 好 然后喜欢狗的人 大部分都是比较善良的人 OK 反正不同的 猫怎么叫 我看一下 猫有没有 猫叫吗 这感觉好像 这好像人在叫的吗 OK 好像人模拟 不管啦 反正我们有一个图 然后有个声音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它放到那个 我们的手机APP里面 这个环境就是用那个 MIT的这个 APP event 接下来待会就是几个步骤 第一个先开一个新的专案 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这个 素材放进去 然后第三个就是给一个画面 画面就是说上面一个按钮 然后把这个图方的按钮的背景 调整大小 然后再去撰写对应的程式 完成 OK 所以今天的练习作业很简单 当然你可以先做一个按钮 但如果你觉得一个按钮不够 你可以做第二个 可能左边右边或上面下面 如果你假设两个不够 三个三个 自己再延伸吧 所以你可以怎么 动物园的 各种 各种的那个 动物的叫声 不过感觉好像在小朋友 好像有一种玩具 就是按下去 它会发出什么声音 类似像那种玩具 只是说那个玩具现在是把它变成手机的APP 所以第一个的话 你们待会先下载 这个 这两个 我先把它下载 按右键把它下载 我用先做狗的 狗的这个 OK 这两个 当然我是随便找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网络上有找到比较更适合的那个素材 你可以换掉 没关系 OK 然后 这个是 第一个 我们的素材准备了 第二个的话 待会我们就来看 如何设计 那我把这个设计的步骤 画面都放在那个云端上 待会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 逐一把它完成 那可是问题将来呢 我们 其实蛮简单的 其实这个就程式 跟各位讲 程式就讲这样 不用写任何东西 这个还蛮方便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玩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 把它执行 你可以用手机 扫QR Code 或者是说你去装那个夜神模拟器好了 或者是你用那个另外一个window模拟器 不过window模拟器好像 问题会比较多 有时候会连不到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这个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后面的动作 required 对 op